大家好 這是一首當年珍妮小姐的這個轟動的歌曲 她唱這個歌非常高亢 非常有精神 兩位唱起來也是不錯耶 對 真的嗎 而且我發覺兩位的交情真正好耶 剛才出現的時候 妳有看女生兩個在牽手的時候 很噁心耶 不會耶 妳說噁心我和賀大哥兩個牽手不夠噁心 有嗎 看一看 對啊 我等一下看啊 她剛才兩個在牽手 兩個到人家還這樣 天真活潑在手上 後來妳有唱 我覺得怎麼噁心 夠了 妳笑我 妳平衡什麼 但是妳兩個 妳兩個這種感覺很好耶 對啊 一個從貓米頭來 一個從台中來 兩個在那邊好朋友耶 十五年 以前她是我的偶像 因為我沒有看過 不是我小孩 她剛出道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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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台語歌都沒有美女嘛 她一人就唱嘛 沒有美女 你現在說青銀錢不是美女 頭銜 頭銜叫做漂亮寶貝 但是不是說漂亮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我 我們前面妳有聽到嗎 以前的歌都沒有美女 沒有啦 剛好我們出道的時候 他們都去笑 家裡我們兩個最漂亮 沒有啦 沒有啦 那人像我感覺她很漂亮啊 是 妳認為她美在哪裡呢 我就看她的側面 她側面真的很美 然後會被她的側面迷住 因為 真的嗎 我都這樣錄影好不好 我講一句話 妳可能會傷心 沒關係 有時候看到妳跟賀大哥 覺得有點像 真的嗎 太過分了 不是 妳要想她跟賀大哥的眼睛 兩個都差不多是這樣 最有單鳳眼一點 平衡的一樣 平衡的一樣 平衡也算小小的 但是還是算減 旋膽鼻 對 而且那個 旋膽 旋膽鼻就是要瘦 這樣感覺 對 可是賀大哥 我們這種鼻型以後 年紀大的時候 是非常有錢喔 對啊 妳看劉德華 是 妳意思說 碰車車以後很散車喔 會漏債 沒有啦 這個人一生中 在這個社會上 妳也有一個兩個好朋友 妳任何都夠用 是 妳覺得我們如果說 既然是好朋友 妳覺得最感動的事情是什麼 對 最感動 很少耶 譬如說 她有什麼困難的時候 妳把它處理過嗎 對 有啦 就是 我失戀的時候 我都靠到那裡頭靠 妳失戀 妳結婚怎麼失戀 以前啦 我們十幾年的朋友啊 對 那兩個朋友不是現在這個人嗎 不是 喂 對 妳都去 妳都會去引導就對了 對啊 我都給她疏苦啊 其實她自己 大家都很忙 對 她已經很累嘛 但是她還是會 聽我講下去 在那裡靠 兩個人做會 但是 那天她要再靠 我已經好了 是怎麼樣 不是 不是 她說到這個 我會想到那一遍 她跟我說 我請你唱KTV 我們就去約好啊 結果唱出來買單的時候 她嘴了 她嘴了 她一直靠 唉唷 她不知道她買單 妳買 結果那個時候 我就知道她的心情 結果 一定四點五 她就說 我不管我不管 我要在這裡刷拳 她拳不得知道 如果媽媽不會走 結果刷來我家了 對 所以剛才妳就一直靠 對 妳算陪伴她 我就陪她 因為我覺得女孩子 如果心情不好失戀的時候 是真的很苦啊 對 她說 她嫁嫁嫁嫁起來的時候 她都沒有靠 妳在靠是嗎 因為那個很突然的情緒 我會覺得 現在不是我們什麼事情 不一定是這樣 不一定是這樣 那天你靠 你靠 對不對 然後可能就是說 你們兩個都失去理智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亂講 很療療 會太多 會不會是這樣子 不是啦 可能王瑞霞還在 還在那一傷感當中 我還在想 以她的個性 應該是很看得開的啊 是 可是她會一直 在那裡很難過 我想 我跟她一樣的難受 那我覺得 我要想辦法把她 怎麼樣拉出來 可是她已經跑出去 跳出去了 我還站在那裡 好難過啊 寧大哥那天 你去找王瑞霞哭的話 就不會這樣子 我跟你講 沒有一個心血管道嘛 對啦 所以說有時候 有時候說 我們家常常說放下放下 有時候已經放下 你還在回憶 十晚的事 所以有時候 我說真的 有一陣子 我因為朋友的倒垃圾 我差點得了 也是憂鬱症 倒垃圾 有時候有朋友 有些不漏音的話 都跟我們講 我們聽到有話 什麼不漏音 那都很有漏音 說說 她辛苦的事 對聽的人沒有漏音 是啊 因為那時候我也不懂說 垃圾分類 這不好 我們就不要再聽 妳是照單全收就對了 我是照單全收 然後她一直保存 很投入一下 對啊 很糟糕 很糟糕 難怪現在身材都都腫起來 所以說 這有好朋友的定義 無所不談 有什麼 五次過的事 應該是這樣 再三五次 一四人當中 很興奮的原因 我們真的用五次 用五次 跳進黃河洗不清 對啊 所以說 我們以前當中 一定會叫五次過 不一定 對啊 我常常在用五次 真的嗎 真的 聽說妳的 因為外人比較低 說話 妳的人算大火哪有算低 她還算低 她是心直狗快 然後常常在說 自己說 大背的記憶 人家就說 慘了 她一定恨死我 人家說 躺腳趁就是這樣 對 阿鏗 妳拜託什麼事情叫五次過 妳說是不是很難 有啦 有一次 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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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很痛 我不知道 沒有 因為 那件事已經痊癒 結果 又同一個人 妳說得都聽得有 對 妳要說得真正 不是 我們現在講 N年前有一次 有幾個 我們都很好的 金曲獎入圍者男生 是 然後就問他 你覺得這次誰會 靠腰 妳說這個 十個也是蔡小虎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他啦 你想太多了 妳不要讓他對他入座 他是我們的好友 對 結果他就問他說 這次誰會中 然後這個豬頭 他就講了一個 跟他也沒什麼交情的 但是他很欣賞那個男生 我很欣賞他唱歌 從那次以後 我想那個男生 那個 我們那個好朋友 應該會覺得 妳也要聽我 妳也要說我 剛剛那個意思 好朋友就是要聽的 妳說我一定會對 因為這樣子 但是我是說別人會對 比如說金鐘獎 現在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 有賀大哥 對啊 有什麼人 我沒說就賀大哥 說別人這樣就對了 他已經非常期望你告訴我 我會對吧 結果他去說別人 但是我覺得這雙東西 你不能這樣說 因為人家說你會對 不一定會對 對不對 但是朋友的鼓勵很重要 會在意 他的構成就覺得說 朋友就是要聽到 對 對 他認為說我就覺得那個 我就比較低了 對啊 所以朋友對朋友的五階 我們會相信 對啊 有時候說 不是屬於我們叫五階 你不要叫五階 有喔 比如說 好 比如說 大家都五階 我是一個同性戀 這屬於是 你看你又叫五階 不是 你不要叫張帝節目 這大家也知道 真的喔 這你不要聽話 那有什麼虛漢 你常常在親我耶 對啊 對啊 但是你沒有說張帝有啊 是喔 對啊 蛇紋耶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你有當時用五階 你如果手勢就沒關係 哇 時間過得真快 以前這個兩位 剛出道的時候小女生 對啊 那時候從背後看 唉唷 那種少女的情懷的感覺 對 現在 我看的已經這樣 哇 力盡蒼蒼蒼的感覺 對 從後面可以看得出來 力盡蒼蒼蒼 剛才剛才王蕊翔在唱歌 阿鏡在後面 真的嗎 真的嗎 聽說他每一條歌 你都能唱 真的耶 真的耶 阿鏡剛才講說這個也是 公蝦子送的 對 他好貼心 而且你常常都戴這一條 對 腰帶也弄著 沒有今天第一間第一次戴 所以這一次人做好朋友很重要 但是我告訴你 你不是只有王蕊翔是好朋友 還有很多跟你蠻好的 阿鏡跟朋友有很多 對 有一個景吻跟你也不錯 對對對 景吻 是啊 景秀 景秀的景吻是吧 對 景吻 景吻在說 你人怪怪 對 他不是說人怪怪 他不是說人怪怪 他是說他這個人 唱歌的時候 那腳都這樣 到底他是講什麼 我們來看 景吻到底是講什麼 來 我們看看 無視啊 來 景吻 你剛才張秀卿啊 對對對 主持那兩千塊由台灣 我會模仿他耶 他腳都開開啊 是誰沒事夾到 不是 秀卿姐他主持節目 他不管做什麼事情 他腳都開開 為什麼要開開 我不知道 你比較舒服吧 不是啊 我就問他 你腳位什麼都開開 他說他結婚啊 他跟我一樣 他跟我一樣雙子做 你什麼結婚 你如果腳都開開啊 這個我對他就有誤解了 誤解喔 不是啊 他認定說你在騎 或是在唱歌 腳都要開開 主委的原因是因為 你說你結婚啊 沒有啦 那是我在跟他開玩笑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 因為結婚啊 不是 不是 因為他在家都會跳那個泰步有沒有 泰步 真的啊 就要泰拳啊 就要踢腳啊 對啊 因為我已經習慣就腳開開 然後還有就是 我因為太常模仿葉姐 葉阿玲 葉阿玲腳也開開的啊 真的耶 有嗎 他連穿裙子啊 腳都是開的 你知道嗎 葉阿玲手上有一個開口嗎 得罪人了 對啊 而且你有感覺我剛才在唱三五次喔 我唱歌一定要 我唱歌 腳一定要開 我那 這樣喔 我不會唱歌 我那個 不透氣啦 不透氣 對啊 還有另外一個 一氣貫通嘛 一氣貫通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是怎樣 我的大腿太糟了 不會啦 不會啦 你們兩個腳是太糟了 拜 對 那個 因為走路會摩擦 所以 不過你唱歌這樣 站起來才有差啦 不是啦 唱歌跟站起來的方式都不一樣 有的人腳不能太開 對 有的人要一頭一頭這樣 揚鈴要這樣 對 像王瑞甲唱歌什麼 蛤 可以說真的嗎 王瑞甲這樣看著他的腳 對 要看嗎 等一下喔 你不能亂拍啦 你有腳嗎 真的 他是跪喔 他是有用意志嗎 對 對 我們演藝教他算上的腳很重要 對 你看林志玲 陳思玄 陳思玄 你看他的腳那個 模特兒你看 他的腳只有那一隻腳 一千萬的保險 對不對 你們兩個這個腳 為甚麼都這樣 三十五萬左右而已 喂 你要想說那個什麼 那個謝金燕 早期也是因為 每一腿比賽到冠軍才有機會 他腿好美喔 彬彬節的腳沒有跌跡了 喔 對 對不對 他們兩個是怎樣 他腳開啊 陳思玄 張秀卿腳是開 也很大跌跡了 那我問一下 他就是一條肌肉的代表啊 腳 那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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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個時候有人這樣改了 說真的 我的腿不細這倒是真的 不是 你小腿真的很粗嗎 小腿比大腿粗 你走路會摩擦 你走路會摩擦 你走路會不會摩擦 不會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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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兒子 他兒子都是小腿摩擦 我是大腿摩擦 你X腿的 是 不過我們說腳順 女兒很刺激 男生的腿我看過最漂亮就是我們賀大哥 真的嗎 真的啊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沒辦法騙你 你把你揭 你看他的腳 真的好細喔 很直 但是男生的腳細不見得是好啊 沒有 他是剛好均勻 我還不記得你是哪裡 你還用到哪裡 你看他的小腿 你看他的小腿 真的不錯耶 真的好看啊 你要知道他的個頭這麼高 對 他的腳腿好像比較漂亮 對 比例上 他的大腿其實是沒有拖下來給你看 要不然大腿也不錯 不要不要 像那個誰去 那個羅時豐的腿也很漂亮 他小腿也很好看 羅時豐他是平板足的 小腿小腿 腿啦 腿的那個曲線很漂亮 我跟你講 你腳腿也好 真正你看看 你的應該不錯吧 腱子肉 這碗差不多三公斤 這碗就真的 對 這我以前有超過的腳球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有差 真的啊 我以前每個人都說 你的腳哪有差 我以前都說 我以前有超過腳球 來這頭 所以腳腿也漂亮的時候 穿衣服比較好看 對 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就是說 希望能夠身材好 可是我有一點就覺得 好可怕我腳不漂亮 不然我每天都去設計買什麼 不會 好可怕她的腳不漂亮 不然她一定很孝 我兩個好朋友 我們今天的車 觀眾朋友我來給你安排 花朵一次點兩條歌 來給她們唱 好嗎 好啊 來 觀眾朋友有什麼點歌 這位來 小姐妳說話 點張秀青 海風 海映 海茫茫 海風 海映 海茫茫 好 這一條歌 還有嗎 還有這裡 對 小姐妳 說唱唱一次 這是我的歌 這樣喔 都這麼好點 我們兩個交換唱好了 我們來唱看看好嗎 因為她說她很好唱我的歌 對啊 我應該也唱得不錯吧 她的歌如果讓我唱 她就更加了 所以她說 哈哈哈哈 妳說妳倆的歌 我都不太唱 她這樣摸著 妳知道嗎 那不是俗試 妳怎麼要去相信 就是這樣 妳倆在唱還有一個特性 她說妳在唱王蕊蛇的歌 有辦法感覺到王蕊蛇的感覺 對啊 王蕊蛇在唱阿慶的歌 也有阿慶的感覺 她在唱張秀青的歌 我感覺像張秀青 站在旁邊的感覺 對 其實我在唱她的歌 我剛剛一直在想她 她的樣子 她的那個唱法 這樣比較好聽 所以妳倆都不叫對風扭到 稍微有一點 還保留對風的一個感覺 是啊 哇這很好 她每首歌都 我真的會唱 是 所以說妳看 妳想做歌 妳想看我們鳳飛飛 冰冰節 大家都開演唱會 對啊 所以這也是大家以後的目標 是啊 雖然三年前 我們就在台中 是中心大學演唱會 對 我記得阿慶還大八道 對啊 八道也都會唱 不是 不是 我們這個老闆做到什麼程度 唉唷 婦女保障名女 我說 我說本來阿 王彩華也跟她擺動 對啊 他說 樊哥你也幫我安排一下 他說 沒有啦 這棟已經有張秀青 那是要整個大白頭 你們兩個以後也有機會 以朋友好朋友的那種立場 來做一個環境的演唱會 過了你們兩位的 兩位也只是可待 真的耶 Good idea 我們兩個可以做會開演唱會 是啊 現在我當一個月 轉線喔 高雄 台南 台中 台北 真的耶 各兩場這樣 這樣好不好 好啊 好啊 他現在說 他你的程度 跟你們兩個做演唱會 這段都在練的時候 我看我們不用會試看看 沒有 這種成就啦 對啊 希望將來大家都有機會 在演唱會舞台上 好好展現一下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累積的歌曲 對 就跟他一樣 說不定 那是 不得了 但是 我們是做的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事情 好